这一大早就叮叮喉喉的 还换了这儿型头 咱俩昨天在城市学习学习挺好啊 应该 这东西都被悬了呢 没问题 看出来了 今天整点啥呀 油炸糕 哦 我说了 昨天买一大堆东西 你那豆腺泡了吗 昨天晚上 泡了 泡了一晚上呢 还行 从不明白 不想 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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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我啊 我不知道 我也不太 你那啥水呀 这个温水加糖和酵母 我感觉也不像开水 温水拿手势了 这温水有多温呢 有三四层楼那么温吗 有三三十来多温 人家说了三十到三十五度的温水 不烫手就行了 手光 喷儿光 看什么锅 面锅 嗯 我弄成非牛顿流体了 别忘了哦 我不管你弄什么流体 哎呦我天啊 怎么了 醒二十秒 这豆腐得多煮一段时间 煮烂乎的 行我知道了 大夫叔啊 我第一次煮动的 不知道放多少水 先少放点 不够再加 要不然怕煮出来 水太多了 我像不像在做魔法药水 嗯 这厨房好像力行的绝有八十年难 您买上来看看啊 好不好这豆腐 还行挺好 挺好 什么事啊 自己家户子也就这样了 给你们揭秘一下 我媳妇的独家秘制豆沙馅 就是这么来的 说应该说是独家秘制油炸糕 那么烦人 烦来一点点啊 好嘞 这正是 就是准备干大伙的 先烦点油 下面有 我媳妇淘子 我来解说 我刚才办了一些 那啥的事 啥事 您看家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老婆 没啥不一样 哦 你把那窗帘子拆了 啥窗掉了 差点掉到楼下去 我为了让豆沙快点凉 我先把窗户打开 把它放外走 结果万万没想到 窗纱被我弄下来的 没事 你找人来我给安安 这是鸡呀 这是咋的啊 老婆一看是专业 是不是 不是 这塑形环节 但是媳妇 你这个好业 所为大 是怎么个事啊 我也不知道一般 马爷像露了 没事 露点没事 哎对 放一边 咋的 你这非 非牛顿流蹄 怎么这样了呢 太屈辱了 太屈辱了 你这 做一块油炸糕 我这油没炒过过的 油炸糕 油炸糕的呢 嗯 这油炸糕啊 嗯 挺有油啊 不能薄片炸馅 要不然它那啥 露出了 对 你把你的油炸糕 塑形成呗 咋啥形容忧 啊 七星怪状呢 没关系 能吃就行 下回就成功了 这个就是成功的问题 塑形呢 塑形和塑形不是 不空的 并不是不空的 他们说 火 有距离 十分分 炮熟就可以把你吓了 那瞅着还行 还行还行 知道为啥用这不沾锅吗 你怕我沾是吧 对 怕你沾 觉得还行啊 我觉得你不适合油炸 为什么 送黄酒乱的 我做什么都在送黄酒乱 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不错 你看 别别别 来来来 往这里控油 怎么 对 哎呀妈呀这个怎么 我再把你馅两个 放着吧 放着布 这不也挺好的吗 这不也挺好的吗 其实不错 不错 不错 嗯 那先催着吧 咱家这家买个餐桌了 买个餐桌 走到哪放 哎呀 买个折叠子 不要买 嗯 你这个哎呀 这这这这不错啊 这瞅着 是不是啊 嗯 这瞅着不错 这不应该叫一个油炸糕 叫一头油炸糕 这不是 辣菜炸实这个不挺好的吗 你尝一口 真的挺好吃的 我觉得 就除了他们摘一点 面还要稀 是不是啊 但是味还挺好的 味挺好的 我尝一口就真的 以后啊 我再这么发展下去 我可以开早餐店了 好 帮你们看得到 好嘞